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 萤幕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所销售的一些产品包括 最终下的这个 NS8DX这个已经是第2代了第1代叫做NS8 第2代就是NS8DX所以这个NS8DX已经是我们这个 Shower的一个一个 水的系统呢已经出了第2代 那其他的 Level Look呢就是我们一系列的那个水汽 包括我们的这个 GR2已经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GR4 还有我们的SZ501 还有我们KA 还有就是我们的SZ501 就是还有一个Super SZ501这个是专门是for那个restaurant用的 OK 这些呢都是我们公司所销售的一些比较 比较名的产品了OK 然后事不宜迟我们接下来我们讲的然后你真的对我们的产品呢 很了解吗很多人都会就是说 就是做了肯定你只是上了一些普通的好像每天money的一些 课程呢只是知道它的demo 但是呢 不是很了解它的titude 包括它的model 还有它是什么function的OK 首先呢我要讲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左下角的你会看到一个model JR4 OK 这个JR4呢它是 之前是JR2啦 JR2代只是JR4吗 JR2已经停产了 JR4代只是JR4 JR4呢它是4块定期盘 那个Brettinium的OK 然后呢它是touch button的 然后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语言 然后它显示的那个emote呢虽然是英文但是它不会有任何的那个 语言的那个讲话啦 OK然后在上一集的 这个JR4在高一集的呢 我会推荐Google所选择的 就是 那个 SD501 然后SD501呢它分为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呢就是 SD501的Brettinium 一个就是 Normal的SD501 OK 没关系我们继续 OK 拉夫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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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都OK的 OK Recording in progress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SD501的Brettinium呢 它一般上跟我们的SD501的分配在于哪里呢 只是它的K性 K性是其一 就是一个是影视外表 一个是呢就是我们 Sender的标准 标准 标准版啦 OK 然后Brettinium它有什么分别呢 它会多了额外多了四种语言 包括英语 德语法语 西班牙语这个比较Interestate Europe的那边使用的啦 如果比较国际化的呢 通常我们会 推荐这个SD501的普通版 它是纯白色的 Casing 然后七块电价板 Touch button呢 它跟这个SD501 Brettinium唯一的分别呢 只是它没有了银色的Cover 然后然后只是 拥有这个英文的这个语言 所以呢它的抗氧化指数呢 可以去到多少呢 大概是700到800左右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SD501 那个501跟 ACID501的这个分别 OK 分别在于它的电脚电脚 电脚板是一样 只是它的Casing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语言的意义 多了几种语言 OK 然后如果要再选择更高级一点的呢 我们会推荐这个 Kate Kate就比较科技先进点 因为呢 它是Touchscreen的 OK Touchscreen而且呢 它是包含了八种语言 包括日文英语法 法文德语 中文还有意大利文以及 西班牙文以及 葡萄牙文 八种语言的 所以呢 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它比较像我的Smartphone一样 以前是按button的嘛对不对 现在是Touchscreen了 OK 还有好处就是它拥有八种语言 就是更方便的 让你去了解如何使用这个 欢迎随机 还有呢就是它拥有是八块电解板 八块电解板的话呢它的抗压画质数可以 1000以上的 所以呢 还好 还有更好的地方呢就是 它的这个清洗功能呢就是 E-Craning System 跟我们的这个S501比较啦 S501呢最少minimum 需要五个小 但是呢如果今天你所使用的是Kate的话呢 你按它的System 只需要小时呢就可以完成这个清洗的 这也分别在于 比较科技比较先进了 而且比较 Hitech Touchscreen 而且抗压画质数也比较高 所以呢一般上如果 要家庭要比较还要 要比较美化的推荐性 如果效果好的 你也是Kate的 OK 如果有些人他想它是 Bacterium 或者 我们右上角的 Sorry 最近也挺不舒服 你可以看到这个S501呢 它分别跟我们一般的那个Kate S501呢 还有JR4呢是有点分别的 它的体 它的体积呢比较大 因为呢它是12块电击板 12块电击板呢 它不是说12块电击板就直接像我们的Kate S一样 直接 12片 它是分开两边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是 左边有 上面有两个hold 下面也是两个hold 它有4个by 上面有两个 下面也是有两个的 OK 所以它怎么会这样呢 它底下是这样的 因为12块电击板它是分开 OK 左边的呢 OK左边呢 是专门是给引用水的 只是5块电击板 就是一般上你的 8.5 9.0 9.5 它也就是 Glade Water Beauty Water OK 就是给你一般使用的 如果你要使用那个 Strong Alkali 跟Strong Acid 也是另外它右边的这个电击板 OK就是7块 专门是制造那个强酸性水 跟强减性水 所以才12块电击板呢 是分开两边使用的 它不是全 complete在一起的 OK 然后大家看然后指数呢 跟我们的Astic 是相似 类似的啦 而且呢 它也是不会有任何的语言 而且呢 它是 博弈的好处呢 它是跟我们一般家庭使用的那个水机呢 是有点分别啦 所以这里有点 是问题啊 一下子跳了 哎呀 OK OK 我们的Astic 跟我们的这个 Astic 啊 Super Acid 吻药的分别呢 是在于哪里呢 它的抗氧化指数是一样 使用的 如果你要使用那个 11.5 跟2.5 就是我们的Strong Alkali 跟Strong Acid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添加那个 Enhance的 但是今天如果你使用的是Astic 吻药 Super Acid 吻药的话呢 它不需要添加那个 它只需要用一个死盐 根据它的Formula 去调节那个盐的那个分量呢 就可以Process那个 11.5跟2.5的那个水 就是我们的强酸性 以及强减轻水 OK 等一下啊 我要stop一下先 OK 重新再 Share Screen OK 不好意思啊 给大家感觉 基础上的问题 网络不稳定 OK 我们这里在 所以你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他的他的最右下角 包的东西吗 所以他所使用的这个 11.5跟2.5呢 他不需要用到公司 提供的那个Enhance 他只需要你 根据他的一个 去外面买一个死盐呢 天然的这个海盐啊 死盐也是可以 制造这个 11.5跟2.5的 因为他一般只是给我们 去工厂用的话呢 他是不需要公司的Enhance 是可以自己调节的 唯一的分别在于这里啦 OK 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一个产品就是 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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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一般上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般的自来水 都比较来的比较脏 对不对 有一般的 那个铁锈啊 有泥浆啊 还有就是可能 会有一些细菌 异味的等等的东西 所以呢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水 自来水有 Core OK 如果今天呢 你所使用的就是 家里的那个热水器呢 是没有经过任何的 而且你又喜欢泡热水 的话呢 可能会有以上的一个问题啦 因为 在你 有那个水有 自来水有Core 的时候呢 而且你又喜欢泡热水的话呢 它会产生这个 三五甲烷 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 一个chemical的东西 因为它是 加热了的那个Core 远辩而成了一个化学的东西 所以呢它会对我们人体的伤害 蛮大一下的 而且吸收太多呢 会可能导致 我们肺部啊 或者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问题 导致有点致癌的一个成分 所以呢今天谷谷可以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我们这个 MS8DX 就是给你一个洗澡 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 而且呢它保护除了 水中的一些杂物 一些不好的东西之外呢 细菌啊等等之类的东西 还有就是Core 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个铝磁铁 铝磁铁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世界上最强的一个磁性的磁铁 它可以把水里面的水分子呢 那个矿物质更好的就分解 让我们的皮肤更好的吸收 所以你在泡了这个 就洗了这个 这个 来泡澡的时候呢 你明显 感受到了你的皮肤 比较融华的 OK 还有就是它中间呢 有一个那个铝锱子的绿芯啊 还有一个 暂定的 给我们的舒适皮肤的一个作用啦 写 Hope非常非常好 或者它那个 它那个 allem sparkle 那个 annos yap 它就тора这个按摩的作用的 它可以调节那个水的一个力度 所以呢 你泡起来的时候呢 你这个 它使用了 an exp 这个是我们一个顾客的这个孩子 因为有那个皮肤比较干燥 也很明显的看到皮肤很干 而且就是因为干到会痒 他就去爬 爬到就有一些伤疤 一些去夹的一个伤口 OK 当他也为了他的家庭时候 他所安装了一台这个Enders Body X的时候 去给他孩子去洗澡的时候 你明显看他在短暂一段时间 他有很大的明显的改变 包括他的皮肤明显的变得比较光滑 比较好了 OK 还有就是很多人呢 因为想了解这个CankingWord的水系 他会怎么做呢 他就会去上网Google会去射 但是往往网络中呢 有一些好的东西 有一些坏的东西都没有输入过的 而且呢他所知道的就是单方面的资讯 没有去去询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打个比喻 当你去上网 就是这个CankingWord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人会找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就包括2016年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的卫生总监呢 在2016年有发过一个Facebook的post呢 就讲我们这个CankingWord 触犯那个大马卫生局条例 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 他可能以为是我们CankingWord 这个Energy公司是做了什么贩卖什么东西 是办法了触犯了马来西亚卫生局的条例 其实是不是的 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经销商 那就是制作聪明了 就是因为自己想到很厉害 他就买了一个Super Acid纹药呢 怎么做呢 他就把acid纹药买了一台 然后把那个水呢 Process出来的那一礼拜呢 装进一个bottle里面呢 去拿去销售给外面 外面市场 OK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他那边写着CankingWord的 但是很不幸的 他在那个写着CankingWord的时候呢 他还写可以什么cancer 等等之类的东西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条例呢 不管是任何的保健的产品都好 都不能讲你可以抑制cancel 等等之类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会触犯大马卫生局条例的 而且呢 你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的Laser呢 是贩卖还原水机 而不是销售水 所以呢 销售水是不按照马来西亚的 Energy category里面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你去马来西亚的 那个Mick Valley的office 你去看他的Laser 他只是销售我们的CankingWord的水机 而不是销售水 如果今天你要销售水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你必须要拥有这个马来西亚的 这个卫生局的一个包装 的饮用水的Laser OK 还有就是Hala的Laser呢 你才可以销售给Bugback的 不是那么简单 OK 所以呢 在我们的公司也是个卫生局呢 已经审清了 我们也是在一些报导呢 有去 就是去去去报导了 发生给他知道 是我们公司也是已经成清了 包括在TheStar 星球报 中国报等等 等等之类的 OK 都已经跟大家去报导了 而且我们公司呢 还把这个这个这个报导呢 捡出来 放在我的Energy公司那边 OK OK 首先呢 当我们了解了以上的资讯之后呢 我们已经知道我的产品呢 是有那个NS8DX跟Levolux系列 就是我们的 Cunking Water Machine OK 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析 我们跟外面的这个 这个水机 有什么分别 OK 好吗 首先第一 我们在市场上呢 我们不叫做Alkaline Water 很多人会confuse 以为Cunking Water就是只是Alkaline OK 其实Cunking Water 不仅仅是Alkaline的 还有Microcarcer Antioxidant 还有那个Active Hydrogen呢 所以呢 如果在市场上 你只是要减进水的话呢 你可以在外面买那个Alkaline Water Stick 还有就是那个 Aeon Gyakosan那边呢 你可以找到那个Alkaline 那个Spring Water的 OK 还有就是甚至你用Soda 也是可以提供制造这个 Alkaline水 所以呢 Alkaline是 不可以用在我们Cunking 因为如果真的你了解 Cunking Water是什么的话呢 你就不会这样来讲的 而且如果你今天是经销商的话呢 你就更加要 仔细的跟你的顾客讲 我们是电解还原水 OK Cunking Water 不是Alkaline Water 这个你要很清晰的呢 跟你的顾客分享 给他知道 因为一般上Alkaline Water 如果你今天是外面买 是没有经过电解板电解的 而且呢 它只是一个Filtr呢 经过自赖水经过Filtr呢 就可以PostAlkaline的话 你就更加小心 因为这些东西呢 它的Filtr里面呢 它可以把那个 酸性水呢 只要经过它Filtr的 合成矿物质的东西 它就可以把它变成减性 如果往往这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 源自于哪里 什么成分合成 有没有什么安全CDPK的标准呢 都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呢 如果真的是引用到你的身体 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排出来 可能会更加严重的话 可能对你的肾脏呢 制造更多的一个问题 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一个生病 OK 因为你要知道哦 在世界上哦 最贵的例行是什么呢 如果今天你没有买还原水机 没有买任何的水机 没有选择一个好的水啦 你的肾脏就是你的Filtr水的 这个功能啊 所以不要 因为肾脏是不能换的啊 没有了就没有了 所以不要拿你的肾去开玩笑 OK 我们要好好的保护 爱护我们的身体 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水 OK 所以呢 外面如果一般上是没有经过电解的 的减性水呢 通通最好是不要卖 而且呢 它没有标注它是来历 是哪里 而且什么成分什么安全标准都没有的话 你要更加小心啊 OK 所以我要对那些 没有经过电解盘电解的呢 say no OK 然后什么是还原水呢 很多人会computer 就是什么啊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那computer呢 其实是有三大制程 很多人以为computer只有三大制程 其实如果真的 你去真的有上我们的课 包括AC 或者2Health的 或者mkw的 你就会更加认识的 computer不单单只是这三个 哪三个呢 第一就是alchallity 减性化 第二呢就是microcluster 就是威吸 威吸水分子团技术 第三呢就是抗氧化 这三个呢是基本的 还有一个呢 常常就是很多人会 会有一些啊 被顾客问的时候呢 他会很恐惧 就以为我们啊 这个kinking water呢 只有这三个 其实呢很多人忽略什么呢 忽略的就是 我们其实还有第四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Active hydrogen 啊很多人会往往就忽略 以为我们这个kinking water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然后我们如何的知道我们呢 这个kinking water呢 是有那个那个Active hydrogen呢 其实最基本的这个啊 去测试的方式呢 就是只要你有lighter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怎么做呢 With two lighters 你把kinking water开9.5 你拿那个 啊 来个去烧的时候呢 它会 它会 声音的 我们再播放多一次啊 With two lighters we're gonna see we're gonna hear Active hydrogen in kangen water OK 这个是最基本的测试的方式 就是你会听到清气燃烧的声音 为什么清气会燃烧呢 而且他是啊 经过一位预乐嘛 OK 他就会 他是很干净的 一个人 你知道我们的 物学吗 知道吗 有些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可以打出来的 啊 英语也是可以啊 有谁懂吗 现在我们世界首富 有谁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看新闻的 OK 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首富呢 就是我们马克思 他是制造什么呢 最出名就是很多人会听到就是 我们那个Tesla的这个制造那个电池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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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层 而且呢 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他除了制造这个Tesla的气层哦 他之前呢 在Tesla之前他是制造火箭的 OK 制造火箭的 而且呢 这个火箭是用什么什么这个 燃料去升上那个太空呢 其中一个成本就是我们那个氢气 氢气是很干净的一个能源来的 OK 所以呢 我们除了用Liter可以去测试 测试我们这个氢气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更细节一点的吗 有 我们去用那个啊 那个仪器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KateA的 你会看到吗 我们那个PPM的这个氢气氢 去测试的时候呢 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呢 我们这个KateA的呢 KateA的那个 那个氢气氢的指数呢 轻轻指数啦 就是可以去到1900多了 OK 你可以看到大概1500多到1600多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原来我们的这个KateA的呢 不单单只是简性化 七少水分之团 还有看看话 原来第四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火性氢 氢呢 如何的指导它是火性呢 其实氢气呢 本身水里面是有的 包括就是水 水是什么呢 在化学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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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具 就是叫做H2O 就是两个氢气氢 一个氢气氢 OK 当它经过电解的时候呢 啊 它解报过它电解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E-在围绕这个这个 这个水里面 所以呢 变成那个氢了 变成那个氢了 变成Aptive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影片呢 这个电解的这个过程 它产生的氢气 可以看到很多bubblebubble的 像水里 好像那个那个汽水这样的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Aptive Hydrogen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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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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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只是Hydrogen 它不Active的 因为有那个负电的那个那个负电位在那边 就把它原本不Active 它变成Active 所以为什么它这个情绪会变成Active Hydrogen 就是这个原理 因为经过电解去把它分开了之后呢 就回到这个负电位 OK 所以它变成一个Active Hydrogen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最基本的 其实很多人会想哦 哎 其实哦 这个 Cugging Water的Apply有什么帮助 是不是把我们的身体的酸性变成 那个酸性变成Active 其实是不是的 因为人体一般的那个酸减度呢 是7.2到7.4左右的 OK 是属于微减性的 OK 我们如何的知道我们需要这个Active呢 有谁懂吗 为什么我们需要引用到Active呢 是因为我们是酸性体质吗 其实不一定 OK 因为在科学的原理 在目前上的医学跟科学 酸性跟碱性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 科学的一个根据 也没有医学的一个根据 OK 但是很多的报告就是说 如果是Cancer Prism的话呢 多数都是偏酸的 OK 包括你很少会听到 有尿碱的 都是尿酸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都是酸性体质那边 不要躲疾病 OK 为什么今天在医学 这样发达的科学 的社会里面呢 还没有一个科学可以证明 医学可以证明呢 我们这个Alkline呢 是对于我们的人体有关注 为什么我们需要喝到Alkline呢 有谁知道吗 其实很多的会computer 以为只是把我们的酸性体质 变成综合 去从这个中性或者碱性 其实不是的 因为哦 人体的体质哦 我们每天都需要Energy的 你知道吗 我们的Energy从哪里来呢 OK 有两个地方 OK 因为一般上呢 我们从哪里 我们首先看看看这个水 水里面呢 我们除了一般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OH跟H plus之外 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我的Kalcium Anicium 我的那个 Minarium Kalcium 就是等等之类的东西 Protesium 它会 Clorine 全部分出来这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我在后面等下会跟你讲解啊 OK 首先我会给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呢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喝到这个Alkaline 因为Alkaline 它本身里面经过电子的时候 它把水里面的很多很丰富的Kalcium 每年什么全部分解去到那个碱性那边 为什么我们需要Alkaline呢 因为其中它有一个有一个东西 我们是很需要 人体很需要的 因为人体基本上 你每天需要的Energy有两个成分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是Protin 蛋白质 蛋白质提供我们人体Energy的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Alkaline 中文叫做电解质 电解质是在哪里来的 一般上在你的食材那边也是可以知道的 OK首先我给你看一个图 如果今天那个东西 它如果是有很多的那个Protisium Kalcium Magnacium那些 它会提供我们身体能量 给我们RetrustEnergy OK首先 左边的你会看到什么 就是我们我 我之前充施Emray的那个Nutrile的这个Protin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这个产品 OK 首先我们知道人体需要Energy Protin提供我们 怎么提供我们Energy呢 首先你可以看 这个video 一个一个示范来的 如果今天一个普通的水 OK 普通的水就是啊 这个是mineral water 或者泥水 OK 如果今天你要Retrust 你的人体的这个Energy 你要吃什么样呢 要吃蛋白质的东西 蛋白质是什么 maybe你吃这个Protin粉 或者你吃鸡胸肉 你吃这个豆类的东西 你吃鱼类的东西 你喝牛奶 都可以提供你蛋白质 因为它是提供你Energy的 OK 然后呢你看看啊 如果它能提供你Protin 那些它会发光的那个灯泡 就代表它可以提供人体 有个能量 OK 普通的水它放下去是不会浪的 如果它是没有任何的Protin 看到吗 当你吃Protin的时候呢 它会有这个就是它可以证明 可以提供人体的一个需要的能量 OK 但是今天很荣幸哦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哦 除了在Protin之外呢 因为有人需要两个两个质嘛 一个是蛋白质 一个是电脐质嘛 OK 就是Protin的那个Energy All right OK 很高兴的告诉你 今天这个示范 你看哦 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领导 它产生的 它用几种水 做普通的水 跟外面的一些Alklite Water 做一个示范 它会有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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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去看哪一种 如果我们可以喝水 就应该喝水 那些有效果的 是效果的 效果的 效果的效果 是效果的 效果的效果的效果 是效果的效果的效果 所以 我会试试 智能力的效果 没有效果的效果 没有效果的效果 Costco 在普通的外面买的Alklite Water 是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的天洁识的 只是Alklite而已 Cos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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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凭装水 奥水 Almina Water 也是什么 但是很高兴的 你看 为什么它会发亮呢 就是证明 这个水里面 有很丰富的天洁诊 这个Kelcium Minar 这个 这个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所以 你可以在这个生产那边 在水里面 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 你今天是很少吃那些猪菜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Domato Domato 你如果真的吃下去 它也是会搞定的 看到吗 因为它食材里面也是有这个 第一集是 这个是Domato 然后之后就是这个 八十六 如果今天你都没有 就是没有吃到那些东西 但是今天你很容易的是什么呢 你只需要和它 它都可以 信用我们身体的Energy 这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 Alcline的原因呢 就是第一呢 就是这个水里面 它有很高的 这个Portium Magnetium的东西 可以提供我们人体呢 这个Energy 给我们充电的 因为一般上 Portium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 就是日常什么食材 吃这个喝的牛奶啊 吃豆类的东西啊 还有就是面包啊 还有就是这个鸡蛋啊 那个西雄肉的东西都可以得到 OK 但是电解质的东西呢 通常是在哪里呢 一般上是在吃蔬菜水果 OK 还有就是哪里呢 就是食盐 Sodium OK 这些东西如果你很少吃的话 加上你不爱吃菜的话呢 就很难去吸收 你会缺乏 缺乏电解质 缺乏电解质的人呢 他的心脏不会说很好的 OK 所以今天呢 你要跟一个顾客讲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的Alcline 因为Alcline的时候我们的Ciking Water呢 他就很丰富的电解质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Protisium Kelcium Magnetium等等之类 可以提供我们人体的Energy的 OK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去做Exercise的时候 他喝了这个Night Boi-Fi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没有这样这么累 而且比较有气魄的去继续他的这个运动 就是这个原理 因为他可以recharge我们的Energy OK 这个是第一 而且外面很多人会比较 如果今天我所选择的是冷了水机呢 这个你就很大机会 所以要分析给你知道 因为很多RO水机呢 他会把通通水里面的 这个Kelcium medicine呢 就是铁盖纳甲的东西呢 都丢的掉碗 所以呢 他的水呢 是纯水 这是酸性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 这个铁盖纳甲 mineral全部都没有 这个对我们人体呢 长期来讲呢 是不是那么的好的 而且呢 你喝多了 可能会长期缺乏电解质 而且呢 可能导致我们身体呢 就是不够 不平衡回我们的人体的PH 因为PH呢 一般上我们可以 在食材那边是可以 影视中呢 可以调节调节的 但是如果你长期 用这个水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更不好的问题 OK 加上呢 我们的这个人体 是如何去调节 我们这个人体的PH呢 其实我们的人体 是很厉害的一个构造 它是可以自己去调节 就是回这个7点多的 这个PH的 怎么去调节呢 就是我们人体的血液呢 会从我们的骨骼的盖子里面 抽出我们这个这个Kelcium 去综合掉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酸解度 所以呢 当你长期的血液 抽出你的骨骼的那个Kelcium 这时候呢 来综合我们这个身体的酸解度的时候呢 会导致我们什么呢 就骨骼里面的盖子呢 是不够 OK 就可能会导致老了这时候呢 有骨骼疏忠症 等等的其他的问题 所以呢 对我们人体呢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如果你加上你是长期喝这个 这个RO water 没有提供你更多的这个Kelcium 跟mineral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更多更多 不好的一个问题啦 而且这些RO水基有更多不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今天 你一下子你出了外泼 而且你家里刚好又停水 没有水来 他可能会导致里面的水呢 因为他不断的去煮沸嘛 就可能会导致里面烧啊 那个那个水呢 已经干了 然后之后呢 会导致那个问题 电板短路啊 会烧等等之类的问题 如果严重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火灾 或者整个机器是烧焦 而且呢 这个不是我讲 这个是在2020年呢 就是有一个 马来西亚的这个 他也是有出一个post呢 就是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呢 就是记得把你这个RO冷热水机呢 关掉那个电源 因为这个包括我们的bombai也是有讲 因为在2020年就是lockdown嘛 因为很多人在新加坡做工 回不到Johok 就很多类似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整差不多整八年 整几个月没有回家 导致那个里面的水呢 已经烧干了 烧干了 而且他那个地方可能一下子没有水来 他不懂 然后导致一个很 就是他里面烧光 那个水烧光了之后 就导致他过热过了 就导致烧焦 引发那个火那个火串的 所以你会看到他这里有标签 SK Magic CocoCoway LG 等来一来一样 就是这类的水机呢 有冷热水的呢 最好最好你在出门的时候呢 就把它电源关掉 OK OK 然后很多人会问 我不选择以上的R1的水 我选择这个M1的水可以吗 East Ring East Ring不是说的不好 它是全世界filter很干净的水 但是不好的地方呢 因为它中间有个UV light呢 它会把水呢氧化掉 就好像一般上 我用ORP meter去测试我的 泥水的时候呢 它是氧化的492 当我们去再测试我们的 这个经过East Ring Filter的水呢 哎 那比我们的自来水 来的更加高了 200多哦 400多现在500多哦 啊 这样不是很好啊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把那个水氧化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引用我们 是Cunking Water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它是具有抗氧化的 但是今天呢 如果你要你是M1的Member 如果今天 你要吃一个抗氧化的 就是饮用水有抗氧化的效果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OK 你可能需要添加多一个BioC 就是他们的Vitamin C 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而且这个Vitamin C呢 你不能吃多的 我一天一个沉润呢 只能1000mg 你more than that的话 可能会对我的肾脏呢 造成一个负担 而且呢 小孩子能可能是100或者200或者500而已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限定的分量 但是 有时候哦 你作为唯一一个家长呢 你会很担心 就是什么呢 你买一些很好的保健品给你的孩子 但是呢 你知道孩子年轻的呢 有时候会有空就吃 没空就不吃 不是天天吃 放久了就是expire了 啊 就坏掉了坏掉了的话呢 就可能要拿去丢 浪费钱 今天如果你这种狂烈 过的抗氧化成分 因为本身抗氧化 这个抗氧化 这个抗氧化呢 就等于 绿茶的抗氧化 5kg的 1kg的抗氧化指数 所以呢是非常非常好过 你去买一个 花钱去买一个 Vitamin C来吃 你吃着喝抗氧化呢 就已经有这个成分 而且你喝太喝多的话 都不会对我们的人体呢 造成有什么任何的这个负担 因为它不是人工合成的 这个这个Vitamin C的东西 它是这个经过自来水 电解分解而成 你分成水的东西 ok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 ok 因为呢这个开氧化 为什么有这么这么强的这个作用呢 因为这个不是我讲 是一些专家他们去讲 就是瑞士的一个科学 这个学家七寒 他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 就去研究 ok 然后研究到什么呢 原来呢 这个蚂蚁跟这个杂蒙 有助于防癌 防什么癌呢 因为它本身这个 这个蚂蚁跟杂蒙 它的体内的一个成分 有很高的抗氧化剂 那今天你很荣幸 为什么呢 你只要喝抗氧化 就有抗氧化了 你不需要吃到这类的东西 ok ok 所以给你知道呢 我们的抗氧化是非常非常好了 而且如果你今天是喜欢喝酒的话呢 更加好 它对我们如果你想要喝酒 你用开给我的去泡的话 它对我们的人体呢 没有更大的伤害 减低了那个伤害 ok 首先这个是一个是酒啦 或者是酒吧 还是什么啦 ok 你看看影片呢 两个都倒差不多的成分 然后一个呢 好像是用矿泉水 矿泉水去泡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用9.5的水去泡的 ok 9.5 第一 你可以看到什么吗 看到的就是颜色明显不一样 比较浓一点的 ok 然后呢 它就是用ORP的去测试的时候呢 这个用Tanky Water的去泡这个是酒 它就有抗氧化的哦 这样来讲呢 我们喝酒 对我们的身体都没有这样大的伤害哦 那是很不幸的 如果今天你是用那个矿泉水 因为我们的去泡 它是氧化的 喝酒的话 就对我们人体的有很大的伤害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你用那个Libbify的话 它就会减轻那个伤害 看到吗 的话你会看到它的颜色比较浓的 味道比较出色一点 ok 然后呢 就是它会做到一个示范就是滴那个Betatin 这个是那个Pierce Tester来的 ok 挺咬这个视频 没关系这个视频可能因为太短 因为它还有后面的后面都给你知道呢 这个水呢 它是Acid还是Alcline的 ok没关系 因为这个可能因为我Cut的时候Cut到短了 然后第二呢 你可以跟你顾客讲了 我们看一看Energy 已经拥有超过48年 已经超过48年的这个优秀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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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了 已经超过超过接近半四季了 我们成立于在1974年在日本奥斯卡 ok 然后1994年的时候呢 就是在日本卖销售卖出了45万台 然后呢 2003年呢 第一个进军的市场呢 就是美国 2005年就是香港台湾 然后2007年就是往加拿大 2008年就是Europe 第一个国家就是德国 然后2009年就是墨西克 2010年呢 就是我那个 这个奥斯拉伊大利 2012年呢 到了新加坡才到马来西亚 所以马来西亚想比新加坡吃了一点点 然后都是同一年 然后2016年的就是我的印度呢 2017年呢 就是我们的迪拜了 目前全球呢 有23个国家全 23个国家 然后有41个分行 ok 全部都是按照我们Energy公司的 不是说什么 fanchise没有的 ok 全部都是按照我们Energy公司的 ok 第三呢 我们是100%呢 是made in Japan的 ok 他全部的组装的东西 包括里面都是低阶版 不是说今天我是 日本的技术 但是台湾的原料 然后呢 马来西亚组装 没有这回事 我们都是100% made in Japan ok 包括你可以看到的工厂 是获得这些ISO 13485 9001 1401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今天你 100% made in Japan 的话 这些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 而且这些ISO 不是啊 就随便 那个标准 那个 那个 那个级别 ok 所以呢 他的整个检验制造过程呢 都非常的严厉 包括他的素质成型 墨盒制造 金属加工 设备组装 他的这个验手检查 过程虚弱 产品的检验呢 都非常非常的严厉的 ok 包括 打个比喻 今天他在 日本制造了100台的这个 这个 突然呢 第二天呢 检查的时候发现 5台有这个 技术上的问题的话呢 他就会把100台的全部都hold 再重新再检验一次 知道达标之后呢 他才可以消动到全世界去给你们的这个经销商 去推销给你们的这个消费值 啊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啊 ok 然后第四呢 给你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ISO900 ISO900 ISO900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第一 它是品质管理调准 system quality control ok 但是如果今天 你有认真的去读它的significate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东西 发现什么呢 ok 你放大那个significate 很多significate 我们只是搜那个标题给人家看 但是没有认真的去读那个那个dicture的东西 如果今天有认真去读的话 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ISO9001 也是under medical的哦 啊 属于医疗级别的 所以我们这个 呃 品质管理系这个标准哦 不单单符合一般家庭 呃 管理系统的标准 而且还属于医疗级别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很骄傲的跟你的这个身边的顾客 你的朋友你的来办讲解 因为很多ISO哦 他只是获得什么呢 获得只是它的品质管理标准 而不是没有用没有用的这个医疗级别的 ok 所以呢我们拥有医疗级别的这个品质管理标准 是值得很骄傲的东西 ok 好 接下来的就是ISO4001环境管理标准 这个环境管理标准呢 就是一个环境管理标准呢 包括它的原料它排出来的飞水呢 都不会对大自然呢制造成这个污染的 ok 所以也是一样简单的 如果你要认真的看它的CDPK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medical 哇 原来我们不单单只是ISO9001 符合这个医疗级别标准 我们连ISO4001环境管理标准呢 都符合医疗级别的 所以这个呢 真的很值得骄傲的一个东西 ok 然后第五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目前呢在电解水系列里面呢 ok 只有我们Canding Water呢 是获得这个WQA Water Quality Acceleration 的Groove Sales ok 目前上在马来西亚呢 已经有五间做水的这个 啊 System的公司呢 水系统的公司呢 获得第一呢 就是MWAP 安利的E-Spring 就是啊 我们刚才说给你看的那个E-Spring 它是获得这个WQA的这个CDPK 它是属于干净水 就是很干净的 然后呢其余三个是什么呢 Elken Coco Coway 它们都是属于RO水 它们拿到这个E-Spring 属于RO水 但是如果你有认真去了解的话 在电解水系列啊 ok 在电解水系列里面呢 只有我们这个啊 这个啊 Taking Water呢 是拿到这个Groove Sales 这个Ionite Water的这个 这个Category里面呢 只有我们 这个Energy公司拿到 ok 而且呢 很高兴的告诉你 我们不单单只是水机拿到 我们连水星都拥有WQA 因为很多很多就是 它可能就是 Builder拿到 然后它就打那个标签 就跟你讲 我们啊 只是有这个WQA 但是如果你认真去检查它 它认真去看的时候 哦原来它只是那个Builder拿到 不是Machine拿到 那如果今天你要去了解的话 你会看到 原来我们这个Machine都拿到 然后呢 Builder又拿到哦 啊 ok 然后呢 在美国的时候呢 美国是有两个协会呢 是可以认可这个水质的这个标准 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WQA Water Quality Association OK 这个是美国水质协 OK 第二呢 是什么呢 就是NSF 啊这个是Mware的一直会强调的 你的水有没有NSF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就一直会 Attack你这个这个弱点啊 但是 如果今天你的这个Product Knowledge 你的不够Dictual的话 你可能就会因为给它这样凶一凶 泡一泡的话 你就不懂怎样去跟它分析跟它讲了 ok 所以 你要接下来的话 我后面会讲到什么是NSF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啊 Machine会拿到 然后我们连我们的HGFilder跟F8的这个KFilder呢 都拥有这个WQA的这个GoSales的logo啊 ok 然后什么是NSF呢 ok 我们公司的NSF呢 是有三个啊 或者这个其实是四个啊 好像是 ok 你可以去我们这个这个link那边 可以看到我们的水星也是有啊 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标记给你看的这个水星 你可以看到那个WQA隔壁的logo不是一个NSF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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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box里面呢 都是给大家知道的 所以呢 不要当人家有问到你的水星有没有NSF的时候 你不懂得什么去回答 ok NSF的时候呢 我们有42的标准 42的标准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有的原料的安全 这个完整性的机构不会对啊就是 就是污染啊身体啊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危害 而且不会有什么 佛生物就是不会有这个细菌等等之类的 ok 经过这个活性探过滤的这个安全标准 ok 然后有NSF那个标准372的 372是什么标准呢 就是他饮用这个水呢是不过安全标准的 没有超标这个 钱啊那个盐那些东西的 ok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NSF18呢 就是我们手动食品的安全标准 配备四倍 所以呢我们拥有的NSF标准呢 就是NSF42 NSF372 还有NSF18的 ok 这个呢你可以怎么找到呢 如果今天你买了这个Canking Water Machine的时候 它的box呢 你没有去打去丢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那个box里面那边找到 你可以看到吗 包括我们的SD501 跟K8 你都可以在那个box那边找到 它属于什么NSF的都有标准在那边的 ok 所以你可以很骄傲的跟你的顾客讲 哎我们这个EnergyCanking Water 我们的哦 不单单只是有WQL 我们还有这个NSF的哦 ok 然后第六呢 我要跟顾客分析的 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我们拥有这个PSA PSA是什么 就是我们活着这个亚太区 Protect Safety Award的这个产品安全标准 这个属于亚太区是什么了 亚太区国家 这个包括新加坡 菲律宾 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等等的亚太区 这个 但是这个是属于马里西亚的 啊 然后这个办法给我们呢 是我们的能源委员会所办法给我们的这个 产品安全标准 ok 我们所拿到的是2021年拿到了 而且有我们的这个YPTATOX3 TAKYATIN 啊 并哈山所办法给我们的 所以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这个产品呢 是属于安全的 不会说 突然今天你on off的时候会突然间爆炸 会燃烧 没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属于安全性的 ok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拥有这个TOE的信号 啊 很多人不懂TOE是什么 如果真的今天 你不懂什么是TOE的话 你可以把你随机 翻再翻出来 后面你看看有没有这个TOE的logo 啊 如果有这个TOE的logo呢 就是啊 就非常的好的 因为是什么呢 但是属于来自德国 这个第三方的很安全 属于政府 德国政府认可的 一个检验机构啊 什么检验机构呢 就是他拥有这个安全标准 就是说 啊 检验你这个产品会不会啊 有什么问题 有电啊 这个电流啊 会不会漏电啊 会不会会过热啊 会不会爆炸等等 就是这个安全标准认可 所以呢 在德国呢 这个TOE呢 已经拥有125年的这个这个历史了 啊 已经超过500年的这个这个这个协会了 所以他在德国啊 他是什么呢 他连德国的这个Mersley Banks啊 还有这个BMW啊 宝马啊 本次啊 他都是按照这个TOE这个这个 category安全标准的 所以呢 我可以跟你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信息 就是说 原来我们这个Cangain Water Machine 属于Mersley Banks跟BMW的安全德国标准 你有跟你的顾客讲吗 所以 所以这个奔驰级别跟宝马级别的哦 啊 所以不同啊 不同一般的随机哦 啊 他属于这个安全标准是属于跟Mersley 这个地方是同一个level的哦 同一个TOE去做report的 你看他BM 啊 这些什么3 SERIES 5 SERIES 7 SERIES啊 什么全部都是有under那边的 ok 还有包括我的Mersley Banks 啊 所以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跟你 顾客讲 哎呦我们的这个水机啊 是跟那个Mers啊 跟BM啊 是属于同级的安全安全级别标准 经过TOE的哦 ok 然后 第七呢 我们跟顾客分享就是 我们用这个superbrand 超级品牌 为什么有超级品牌呢 实际品牌如果你认真去读这个创办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简历的话 你会可以了解到 原来这个创办人呢 他是成立在1994年 创办这个superbrand的协会 为什么他要创办这个协会呢 因为他本身自己是一个老板 他发现了很多做生意的这些这些人哦 因为他他所啊就是 他本身也是一个老板嘛 为什么他会成立这个协会就是 因为他本身也是经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制造的东西哦 那个supplier提供这个原料哦 不代表 啊不符合那个标准 而且很多的东西啊都没有quality的 所以呢他就要成立这个协会 给一些消费者一个名字的去选择 哪个产品是否这个安全啊 这个这个有quality的这个这个公司 这个牌子啊他就 啊去守卫啊就找啊看哪一个公司 他的背景他的产品 他的那个临床的实验 他的这个效果 都符合安全就是有这个啊 品质的啦啊有品质有有有有达标的啦 啊他就推荐 啊他就推荐 OK很荣幸的 如果你今天有去看这个superbrand的 这个协会哦 很多很多大公司都在里面啊 包括 Rose Reign BMW 奥迪啊这个啊 google啊 mcdonald ikia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lg啊 这个mcbanks都有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是很高兴的就是 Energy呢 也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Energy呢是啊有我们的这个 misslisa还有就是我的mr 就是去尽下 fong to help unnaverified的创办呢 然后我们这个 啊 mr sirloj1 我的mr sirmsha 还有我们 sirgroup的这个mr elfrid 所代表我们去领取这个superbrand的这个 奖项啦 OK 所以呢也是很感激他们啊 代表我们的Energy公司呢 去领取这个superbrand的这个这个奖的 OK 然后还有我们获得这个属于也是压太群啦 OK 啊 这个brand 啊这个也是啊 啊国际品牌认识这个是属于比较本地一点的啦 就是你的品牌这个认可的 然后这个我们获得是由我们那个 呃 mr sahid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mr garrigan 他所代表我们公司呢去领取的 那我所领取的呢是我们这个啊 公司品牌啊 公司品牌的一个奖项 OK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分享给我们顾客知道的就是 除了以上之外呢我们还有获得 这个唯一的这个日本成人民协会呢 所推荐的这个认可 因为在日本成人民协会为什么他会推荐呢 啊 因为他要解决这个日本的三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日本人口的话 第二呢就是生活 生活习惯 习惯啊 那个生活 生活习惯并年轻化就是 年轻人越来越有这个三高的问题 胆固身血压高 血糖高 OK 还有就是日本这个医疗开始呢 非常非常的大 日本政府为了要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成了这个日本成人民协会 然后这个协会成立是在1987年 他有6600位医师啊 虽然到目前的已经去到8000位医师了 包括中医师 药剂师 医生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他所推荐这个这个成人民 所推荐这个产品哦 他不简单的 因为他要经过很多的这个 呃了解你的公司的背景 市长的心态 你经营的手法 你产品临床的实验 有没有这个效果呢 他才推荐的 所以很荣幸的时候 当时我听说他们有3000间公司啊去apply 但是进到binder的时候呢 有4多间公司 包括有panasonic 那进到最后拿到这个推荐的时候呢 只有我们energic banking water而已 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个一点 日本成人民协会 因为也是受到这个日本政府认可的一个东西 ok然后如果今天你看到哎呃一些什么 我不懂你没有听过什么 泰盒子工程水啊 他有点啊 如果你有听过这些水机的话呢 他就会跟你讲哦 如果今天你不是说很知道很多 啊我的这个水水资讯的这个dicture的东西哦 你很容易给他受骗 因为他们呢很多就是强调他们的这个工程水呢 跟泰盒子呢 他们有FDA的认证 你知道FDA啊在美国是属于什么呢 食品跟那个药品的安全管理标局 只是认可食物跟药品跟化妆品的东西 所以水呢是不under这个category的 水是under什么category呢 我们刚才也讲到的就是NSF 就是还有就是WQA 美国只承认这个两个协会是认可这个水资的标准 啊WQA 就是美国水资协会的 OK NSF呢就是受WHO 就是全世界的世界卫生局所认可的 OK 所以美国只承认这两个来认可这个水资的安全标准 而不是FDA 但是为什么Energy会有FDA呢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系列的东西呢 叫做YOUCON OK 如果你除了知道我们以上的这个Levelot model的 这个Canking water machine 还有我们的NSFAR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YOUCON系列的东西 就是我们TURMERIT的就是YOUCON tea YOUCON soap 还有就是YOUCON这个TURMERIT的这个姜黄 姜黄丸 OK 它具有很高的这个抗氧化啦 也有很丰富的这个矿物质 就是有橄榄油脂酸有烟酸 YOUCON酱油越健常还有OmegaOil 如果有要吃素的它也包括一个VG版的 没有余油的只是VG的植物油 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这个 看看化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 还有把我的肝脏排毒 改善我们心理的健康 改善皮肤的问题 抗真菌抗衰老最好的就是抗炎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是你知道怎么怎么好吗 不是我讲的好 不是我Kennie今天讲的好 是因为真的有研究团队去研究 原来哦 这个王将可以预防多种的这个癌症 这个不是我讲 这个是呢 是一些科学的研究团队呢 他们去研究 就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他们的团队有超过100个人 然后100个这个人呢 他全部都是科学家跟医师 他们去研究这个浆黄有什么好处 然后他们做一个report出来 然后登在那个国际媒体这个报纸 报上里面去分享给很多人知道 原来这个浆黄呢 他就有很高很高的这个抗氧化指数 可以去预防很多的这个这个 就是医疗这个很多的这个癌症的问题 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好 ok 而且很多如果你今天有去popular 或者kino kunia 你去了解有喜欢看书 包括我本身也是很喜欢看书的 所以你每次看我sharing的时候 我都会这么kandy的site又upgrade了 又多了几个东西的 因为我喜欢看书的人哦 我一看到有点好的东西 我就会加进我的slide 然后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很喜欢看书 你去popular也好 去kino kunia 什么数据都好 你去看一些书 不是不是看那些漫画书啦 也是看一些习惑技能的书 包括一些江黄是百药之王 刚才我们有如果你有了解水的话 我们李时珍也是有出过一个本草 本草岗木对不对 本草岗木里面当中也是有讲到 就是饮食饮食饮用饮饮食 就是要饮了才死 所以水对我们的人体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而且他有另外一篇也是有讲到 江黄也是百药之王 为什么呢 他可以预防很多很多的问题 改善我们人体体制一些 一些疾病的问题 包括这些不是我讲 是一些医疗团 对一些医师科学家他们去研究 包括一些已经出疏 然后这个这个江黄百药之王 还有这个打开这个治愈的能力 就是江黄 但是呢 很多人 不懂哦 真的有一次我就是去日本了 要去日本就是要 要wizard他来趁困他的那个 那个工厂 然后就因为很开心嘛 反正就一直跟我到来去喝酒 喝到很醉的时候啊 就想买一些东西去解酒 对不对 因为怕第二天起身的时候啊 会有宿醉的问题哦 然后就去日本的法马戏去看 看看看看找找下 哎 原来我所要找的东西 这个解酒的东西啦 它里面的成分是trimerate来的 就是这个黄浆 我就觉得哎呀根本都不需要了 我有带到那个江黄纹 我直接会会我吃就可以了 啊所以可以知道 原来我们这个江黄 也是可以有解这个酥醉的这个 这个问题的 所以喜欢喝酒的人呢 除了你要用这个耐火 去去浸泡那个酥之外呢 你还可以如果怕头痛是酥醉的话 你可以吃这个油痕的 ok 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不单有一个抗癌的这个 这个作用也可以解酒啊 就是解宿醉 ok 然后第八呢 我们这个日本的这个 呃 也是过的这个厚审 劳动省 所认可的第二种医疗制造许可症 也是这个医疗贩卖许可症的 然后这个在日本呢 它是属于一个卫生局的 就是来马里西亚的KKM ok 成立在1983年 这属于管理这个所有的设备 呃的东西啦 包括这个国国民的健康 医疗保险 医疗服务等等 药品食品的这个安全部门 ok 然后呢我们在日本呢 是属于这个医疗级别的 所以你在日本买KKM的时候呢 你都会看到它有这个 厚生劳动省的这个quid的 ok 标签在那边的 ok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获得这个 XO13485了 除了刚才我们所获得这个 厚生劳动省的这个医疗级别 的标准是被标准 我们还很荣幸的获得这个XO13485的医疗级别 保险 什么是XO13485呢 如果今天你身边有人从事护士 医护人员或者医生的话呢 你可以询问他什么是XO13485 XO13485呢就是属于医疗 4倍级别的这个仪器器 器材 ok sorry 然后我们是整间工厂 获得而不是单单只是看给我的Machine 获得 所以呢这里呢可以给你很高兴的可以知道 我们是整间Factory 而不是单单只是Only Machine ok 那第九呢就可以知道为什么XO13485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里面所有的成分呢都属于安全级别的标准 而且呢它里面一个成分是什么Pretinum 就是我们的电解板 你要知道哦 人哦就是你发现 accident的时候啊 你去手骨治疗啊 不是说要做手术吗 放什么放铁啊 放铁就不能放铁你的手会生锈哦 他放什么呢 就是放Pretinum的东西去放在里面呢 去给我们修复我们那个谷歌断裂的东西的 ok 这些东西呢都在我的人体呢 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而且呢它不会生锈 而且耐用性呢是可以More点25年以上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讲 Tengue我都可以使用到15-25年以上呢 啊就是这个原理 ok 然后第10呢就是给你知道 我们一般是跟外面的电解板比较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面积的 而且电解的水的这个这个流量呢 也非常非常的足够的 你会看到Explend哦 他是网状的 为什么他说网状呢 因为他不像我们是一个positive 一个negative的 他的这个直接一片网状哦 他是用那个水了 要自来自自由的来回 他可以开可以电解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他完全电解不到 他还不及因为电解板太小了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ok 因为他这个电解板太小嘛 ok 所以他会额外的加到一个东西 啊加到什么呢 就是一个自动水流和我们这个 控制他的pressure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控制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哦 他只有1分钟可以6L的这个这个流量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控制我的bike 跟其他brand的bike 这个hole啊 是来的比较大的 他们来的比较小的 为什么他的bike那个hole比较小呢 因为如果他的水流量降往呢 我们的这个水管这样大哦 他水来的太快 他来不及电解 因为他的电解板太小快了 他电解不到的话 他就做不到那个效果 做不到那个效果 你买他的machine虽然是便宜 但是他打不那个效果 也可以做费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的bike啊 是要永远的比我们的公司的呢 是来的比较小 而且可能他会添加 添加一个自动水流和我们控制他的pressure 因为他如果他的水流量太大 或者控制不到的话 那电解的过程就来不及 来不及的话 就达不到那个效果 所以他就需要加多这个东西下去 去控制他的pressure ok 所以我们看给我的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一小时啊 一分钟 6L的流量呢 都可以达到那个效果的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啊 看我的呢 是很多人怕什么呢 就是怕2011年的时候啊 就发生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嘛 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这个日本呢 就是那个岛那边呢 就是导致一个 那个核电厂啊 就爆炸嘛 就很多核富士的这个污染的成分 就流入那个海啊 或者什么导致污染的 就很多人怕什么呢 怕我们的产品 会不会有富士方式物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怕什么 最毒的 最毒的 最毒的写面写 才不写啊 ok 然后我们这个放射物的东西呢 我们去也是做一个report 去去test了 是全部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 也没有放射物 全部属于安全级别标准啊 ok 这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ok 还有呢我们这个 cending water呢 是拥有这个e-cending system的 是有别于一般外面的这个电解水晶 因为一般外面的电解水晶呢 它是没有这个系统 没有这个系统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呢 就导致它电解的过程的时候呢 会产生过高的这个mineral跟Q线呢 它会浮湿在它的那个电解板 久而久之呢 就会可能导致那个电解板有烧焦的过程 或者过热 啊而引到不等等的等等的问题了 ok 这些以上的问题 可能你喝下去的话 会可能导致重重金属 因为可能原本它的这个这个电解板呢 它不是用很足够的这个 就是9.9的这个bettinium quotetina maybe它有困到其他的东西 它说什么断勺啊等等之类 所以呢 它就可能会引发这个问题 但是很荣幸的 ok 如果今天也是 虽然跟monicgrity是一样 像我们的viva这个viva这样 啊跟我们也是bettinium quotetina 但是它没有e-cleaning的system 所以它的电解板有很多mineral 跟这个kwcm去扶持那个电解板 所以呢 它的service是很贵的 一年至少三个月到四个月要做一支service 大概400多 一年你算起来就要千多块service 我maintain你那个viva machine 所以呢 它赚你的虽然它价钱比我们便宜 但是它赚取你的就是它的after sale service的那个 那个那个费用 啊是很高的 ok 但是很荣幸的 我们kkingwater是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这个e-cleaning system 所以呢是不需要担心有这个这个电解板 啊会会有很多的这个mineral跟kwcm呢 会浮湿在那边 包括我们的sd501 gr2 gr4 跟k8都有它自己的依靠的这个清洗的过程的这个步骤 ok 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水啊有这个啊不高的抗物质啊 跟盖茨浮湿这个电解板 还有我们对这个kkingwater的水级呢 可以使用到15到25年啊 有如果你有认真的去看一些post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这个是在2020 202022年的时候的发现这个post呢 就说他这个环境耳机呢 啊是Levlogdx啊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 这个Levlogdx呢是5块电解板的 现在已经停产了没有出了 ok然后呢他已经使用到多久呢 已经使用到22年了 到现在都还可以使用哦 他当时post这个post的时候 是2020年了 ok 然后现在已经是2020年 就是说他当时是22年 现在已经去到24年了 都还可以再使用哦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这个 环境water machine呢真的可以 如果你有去跟住他的e-cleaning去清洗 有保护他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使用到啊超过20年以上的 ok 所以呢他的寿命是非常非常隐藏的 ok呢 还有就是他一个水机呢 可以制造7种水 包括一般的营用水8.5 9.0 9.5 还有greenwater 7.0的水 还有6.0的beautywater 2.5的强生性水 跟10.5的强减性水 ok 还有呢他的导家呢 是3到5年了啊 就是看你是哪一个model 包括我们的level GR4三年 ST50R五年 KF五年了 然后呢很多人会说 说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水机有什么正好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名人推荐 包括这个lancome的makeup artist 他也是recommend推荐我们 这个tanking water machine ok包括他有使用到这个2.5呢 有用到止血的这个功效 而且呢还有很多名人名医 这些不是我讲 这些是那些博士doctor他们去研究 这个水呢真的是有帮助到我们人体 而且这些书呢 你可以在哪里调到呢 popular跟kinokunia 包括我们的keuling cancer not people 不生病的生活 尽量从水开始change your water change your life 还是unit的不生病水波 是教你喝出这个水的 ok 这些呢都可以去了解 ok还有这个最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呢 有个一个 一个心脏科的一个 一个博士了 去做一个研究 就在那个lab那边 这个研究所那边 有研究到呢 这个水呢 对于我们这个 这个血管发炎呢 这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减轻啊 等等 而且可以给我们这个 喝这个水呢 是可以给我们recharge 我们给我们这个energy的 ok 这些呢都是有一个科学研究的lab 这个report啦 如果你有遇到一些医科医生的人 他问你的话 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世界的名人都有使用 ok 包括一些restaurant啊 等等之类啦 一些本地的名人啊 我们的安华 木克里啊 秋光药啊等等之类的 ok 这些我就不太讲解了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啊 跟我的machine呢 他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我们的11.5和2.5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11.5和2.5有什么分别呢 这个在市场上呢 我们算是唯一的电解程系统 是ph2wifi强酸跟ph1.5的强减 首先我要讲的 抢减薪水有什么帮助呢 他是可以洗蔬菜 那洗蔬菜去除農药 不单止呢 他可以把原本这个cherry呢 是氧化的 ok 他精化了这个食品呢 可以具有这个抗氧化的效果 那你吃起来的食材呢 都有这个抗氧化 看到吗 他不单单可以去除農药 他可以把原本氧化掉的食材呢 都可以达到这个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你吃的东西呢 就更加的营养了 ok 而且不单单只这个cherry 你还可以看到的这些 其他的berry啊等等 那个桃啊 都浸泡了 11.5跟 10.5之后呢 都很大的分别 包括banana mango orange tomato 都一样 before after 看到吗 没有浸泡跟浸泡之后 都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因为氧化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抗氧化了 ok 还有就是2.5有什么功效呢 2.5它就有很强的杀菌的功效 所以这个视频呢 在我们那里 那里呢 他把这个细菌放在一个显微镜上面 之后呢 他在抗氧化2.5 before this 抗氧化2.5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细菌的细胞是很活跃的 这个细菌你看到吗 非常活跃 ok 当他把这个2.5下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短时间几秒里面呢 他就把这个细菌都丢掉了 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它不含有酒精的成分 看到吗 所以加快一点啊 因为 因为是 然后接受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下去的时候呢 很快速的呢 那个细菌呢 就已经禁止到完全不动了 ok 这个信息给你知道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pH2.5呢 是具有很好的 很好的这个杀菌的功效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downline呢 也有去做一个示范 什么示范呢 就是哪一个machine呢 这个machine呢 是 源自于美国的 这也是不便宜啊 跟kunking water 是差不多一样价钱的 它是可以test什么呢 test我们这个生活的 所触碰到的东西 有没有细菌 ok 然后呢 它在市场上呢 我们有做一个比较 就是市场上 我们可以找到的销毒页 包括我们这个tecto propoq什么pro什么的 他们的有标签 99.99%的 可以杀掉那个wineless 杀细菌什么的 但是很不幸哦 你看到这个点数哦 tecto的450多 这个propoq的是2000多 还有这个pro的是700多 你知道吗 如果真的 你去看这个图表的时候哦 如果属于干净的话 clean的 是属于80以上的哦 如果80以下的 所以 clean就是属于 这个干净的哦 如果80以上的 属于是脏的哦 如果是超过200 就是30 500的话 如果是超过1000 更加严重 所以刚才你看到那些哦 那个tecto的是400多 400多 它属于肮脏的地的那个范围 还有这个propoq的是2000多 已经是超出那个严重的范围 而且他们有什么 他除了不能达表那个杀菌的功效 而且他还有酒精 酒精的成分会导致 我们有什么问题呢 就会有以上的问题 可能一不小心 你擦了酒精的消毒液 你触碰到你的眼眸 会有一个磋伤的一个问题 而且可能会碰到火源了 会烧伤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些呢 都会导致你一些其他的问题引发 包括可能你皮肤本身很干燥 如果那个有alcohol的那个那个 那个消毒液的话呢 导致你的皮肤更干啊 都有这个问题 会对酒精敏感的 所以今天很荣幸的就是 我们ph2买卖不单单只得 达到这个杀菌的功效呢 而且他没有含有任何的酒精的成分 不会对我们人体呢 有任何的伤害啊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OK 而且呢 新加坡卫生区也是检验到 市场上哦 如果你是今天是买一些 什么什么ex brand啊 什么什么brand的这个 这个消毒液的话 你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 因为呢 他里面有一个什么 乙乙什么假什么的这个东西呢 是已经很超标的 他会对我们人体呢 会产生一个致癌的一个成分 所以如果你是买的话 最好是买品牌的 不要买没有品牌的 因为那些呢 可能他有一些消毒的东西呢 他是超超标的 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如果今天你是给小孩子用的话 就更加细心小心一点的 因为现在虽然 covid已经是 under control 但是也是要防范嘛 对不对 所以也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需要消毒液去消毒啊 等等之类的 对大家比较安心一点 OK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你都可以啊 给你的身边的朋友知道 原来看游戏的PH2 有这么好的功效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哎 原来哦 我们这个PH2WiFi 跟PH1MWiFi 是有用到一个化学的成分 一个solution 去possil 去possil 这个PH2WiFi 跟PH1MWiFi的 OK 是什么成分呢 如果今天你不懂的话 你就可能会给人家就是 然后人家会讲 哎 原来你们的有两个成分 一个是sodiumchloric 一个是sodiumhyperic 两个是什么来的 英文名字 听不懂哦 原来sodiumhyperic sodiumchloric 是食言 就是我们生活上的食言 OK 然后sodiumhyperic 它是什么呢 中文名字叫 赤粒酸 OK 这个赤粒酸呢 它属于 这个corob的一个成分 赤粒酸 但是很多人听到 这个corob漂白水 那你叫我用这个水 我去洗这个蔬菜水果 不是有这个漂白水的成分 其实你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公司已经讲明了 我们这个赤粒酸呢 只含有这个 0.001的这个percent 是很低的 因为为什么它需要 有添加这个0.001 这个sodiumhyperic 第一它要逐进它的电解液 有更好的电解过程 而且呢是防止它这个盐呢 遇到空气跟水呢 会结晶就是会硬化 OK 所以它就有添加这个成分 而且呢 它对我们的这个人体 没有任何伤害 符合安全标准 是0.001而已 所以一般自来 漂白水的水 它有6%的这个成分 你的如果今天 你要去游泳车啦 你喜欢shaming呢 去shaming铺 shaming的时候你知道 shaming铺的那个 那个赤粒酸呢 有多高吗 42% 所以为什么你去shaming了之后 你去游泳之后 你的皮肤会比较干呢 你要洗个澡 就是这个原因 它是12% 但是我们只有0.001而已 OK 而且这个shaming铺呢 在日本呢 是属于安全标准的食用 如果 今天 你很喜欢就是去吃日本 日本就是 Omesaka 就是日本的料理 OK 就是那个shashimi 那些东西 OK 如果你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话呢 你就要真的去了解了 因为日本呢 卫生 厚生劳动神呢 它有标签 这个赤粒酸呢 在日本呢 是属于食品添加使用剂 它添加在哪里使用呢 一般就是 我那个食品添加 我杀菌的功效 还有就是手术时候去洗手消毒 还有就是我们做那个S group 照那个大肠血微镜做消毒 OK 还有另外一个呢 他是食品添加这个消毒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很喜欢吃这个sashimi Omesaka 就是日本的料理的时候呢 他是用什么去消毒他的刀 用什么去消毒他的那个那个砧板呢 是用什么 是用次氯酸呢 因为他呢 没有含有任何的酒精成分 而且又可以达到杀菌的功效 而且呢 又不会破坏食材 所以呢 你很多日本的料理店呢 他们都是用这个水呢 去做消毒的功效的 OK 所以呢是属于很安全的 因为 也是厚生劳动省呢 去审核以及属于安全标准的 OK 然后呢 因为还有很多的东西呢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 我就不大意分享了 所以最主要的 我都已经分享给你们知道了 就是我们水机有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要拥有以上的东西呢 你当你知道以上的知识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很厉害的去做你的demo 做sales了 因为我 为什么我们的product knowledge 其实呢 要很扎实 要扎紧 扎紧你的脚跟 当你如果去做demo的时候 你的product knowledge是不够的话 当google 反问你问题是 你不会回答你的时常要询问你的上市的时候呢 顾客可能会对你的这个 就是可能就不会跟你买 你就可能去失去这个顾客了 所以最好是我们做任何 任何产品销售的时候 我们除了要知道我们这个marketing plan 我的这个demo 还可以的话 我们要认知到 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这个product knowledge的资讯 因为要当一张桌子 一个tapel 还有四个脚 对不对 一个tapel 如果今天这个tapel 只有三个脚 OK 我放100万上去 放200万 如果你的脚只有三根 你站不稳 就是你的product 你的基础没有打稳 你放多少钱上去 它都会倒 因为拿不到 拿不稳 如果今天你的基本功扎实很稳的 product knowledge 又OK marketing plan 没有问题的话 你有四个脚很稳的 就是今天我放多少东西上去的时候 你都会很稳 可以扛住 可以不会怕顾客问到的问题难到你 所以今天这个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你可以从中吸收 到有些帮助到你修饰的东西 也很感谢你在线上有30多位 这个 领导去聆听 也是非常的感谢你们 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你们 感恩 绝费 热热了 靠地 聚 靠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